現在這個全世界各種報告 評估都在看台灣的選舉 到底最後會選出誰來掌舵台灣了 好 那麼繼續另外一個危機的衝突點 趕快帶你看紅海每天帶大家追蹤 一直講說是不是好像 這個胡賽組織有善意說你過 你只要不要去以色列 那我放你過 但真的是這樣嗎 他說話不算話 我們來看胡賽組織 他發起了紅海危機以來 最大規模的攻擊 而且你會很好奇說 怎麼現在還有人在紅海附近 50艘的商船在那個地方 胡賽組織說好啊 你們就聚集我剛好一次 把你們通通給炸了 所以我們看到他總共炸 這個不斷的無人機過去 然後還好是美國的航空母艦在附近 英國他們也有軍艦在附近 所以所謂的英美聯軍的艦隊 擋住了 這次保護住了 我們看到這個英美艦隊 總共擋了18架的無人機 像是有爆裂物 還擋了三枚的飛彈 所以這50艘三船 然後這個嚇得瑟瑟發抖 還好最後是有驚無險 但是也未免太可怕了吧 現在紅海危機 是不是又持續的惡化當中了 對 沒錯 我們看到說事實上 這個曾經這個說話不算話的人 果然他說的話你都不要相信 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前幾天的夜門胡賽組織 才說你們來沒關係 你只要說你不要去比色列的話 我絕對不會攻擊你 可是話才說沒多久 你又開始攻擊了 那在攻擊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海域進入了 從寬的地方進入矮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紅海 紅海發生攻擊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我們看到有一個港口的地方 那叫做河台達港口 然後這一塊海域叫做摩卡海域 就沒想到在這幾個地方來說的話 在最近發生了兩起 目前為止都是真的已經 目擊到被攻擊的狀況 有一艘郵輪 它在這個行駛的過程中間 就發現到說 從這個港口地區 就發射飛彈出來 雖然沒有打到它 但是他覺得說 這怎麼好像 還有照明彈這樣的痕跡 胡賽族只有飛彈 對 有飛彈 那可能是比較進程的飛彈 還有這個所謂照明彈 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艘這個貨輪 它在港口 另外這個地方 有個摩卡港的南方 看到三艘小船 那三艘小船來說 有似乎有射出小型的飛彈 那幸好是沒有擊中它 然後前方還有一架 它這個小型的五人機在天空飛 所以看起來的話 的確是要攻擊 只是說這兩台的船 目前我指來說 都沒有被具體的攻擊的狀況 就沒有擊中它們的狀況 那因為在周邊 有50艘左右的商船 還是在這邊 雖然美國當然很緊張 所以聽說沒多久之後 美軍就跟夜門的胡賽組織 發生了最嚴重的衝突 在這個地方爆發了 那當然雙方沒有直接開火 但是是這樣 是夜門胡賽組織 發動非常多的攻擊 因為美國在這個地方 有繁榮守護的行動 所以美國就派遣 在當地有艾森豪航母 有航母 航母它就有F-18 那F-18馬上就飛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在這個地方 還有驅逐艦的 格瑞里夫號 然後還有拉蒙號 還有梅森號 所以等於說 有三艘的美國的驅逐艦 然後F-18也飛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還有英國的防空驅逐艦叫鑽石號 他也來到這個地方來 因為當時這個胡賽組織 就開始對他們進行 所謂的複合式的攻擊 他一直攻擊那個商船群 沒錯沒錯 然後因為英美的聯軍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開始攻擊這些所謂無人機 他們就說他們一共擊落了 大概18艘的無人機 然後還有兩枚的 這個所謂的反艦的巡翼飛彈 還有一枚的反艦飛彈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顯見是胡賽組織 真的有發動類似 比較飽和攻擊的這樣的方式 對 他一次全部通出動 那當然了 這個英美聯軍就把他擋下來了 所以這個是 可能是從這個11月19號以來的話 兩邊最大規模的這個 等於胡賽組織 最大規模的攻擊 那你這樣一攻擊的時候 誰還敢去啊 你前幾天才說不要 竟然就這樣做對不對 所以我就講 現在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整個這個所謂運價 又開始再往上串升起來 我們看前幾天 其實胡賽組織有釋出 這個所謂利多 就說你來沒關係 這樣一個狀況的時候 大家你看 這個報價其實沒有真的揚升 可是因為現在看起來的話 如果你有這麼大規模的 這個攻擊來說 看起來短期間之內 你要再這個恢復到 以前的平靜的這個狀況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上SCFI的這個運價指數 尤其是上海跟全世界的 這個出口的運 這個所謂集裝箱的這個報價 就開始在往上拉伸了 所以看起來的話 以今年的這個上半年度來看的話 這個所謂的這個貨櫃 恐怕價格是不太容易回落的 一個狀況 因為在這個時候 你不敢進入這個紅海對不對 那怎麼走呢 當然要走好望角這樣一個狀況 就繞好望角這樣 根據目前為止的這個所謂 廠商的預估就是說 你這樣不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燃料成本 大概因為大概從航程 以目前的船可以走比較快 大概十天就可以繞過好望角 然後抵達歐洲 那這個燃料成本 因為廠商也很精 現在燃油這個燃油價格在往下跌 成本增加一百萬 但是 他漲價不只一百萬 你漲的幅度根本不只這樣空間 所以是說你航商是不是因為 去年的報價不好 你在趁機漲價 拉抬價格的一個狀況 但是無論如何 那業主要不要承受 如果今天業主沒有很急 他當然就不願意 但是問題是現在就是 年初剛好是逛季的時候 所以沒辦法 他就只能夠吃別就跟著 現在變成是說 他們是變成是價格的接受者 所以就目前對長榮 陽明 這兩家公司來說話 他當然就不錯 你看這一波我就講 他這一波都有衝到高點之後 回落 回落來說的話 今天看起來又有指紋的態勢 尤其是以目前為止 因為他們這個十二月的營收 這個已經有開始 慢慢有比較十一月好了 那一月的營收來說 以目前的報價一定更好 那二月來說 我覺得展望也非常不錯 所以我覺得就至少就今年 第一季的這個業績來說 長榮跟陽明應該會蠻不錯的 那至於說第二季以後來說 當然還是要看 美國他們的守衛行動如何 但是我覺得如果 如果只要美國沒有 美國說如果沒有去攻進 這個胡賽組織 把胡賽組織殲滅 那胡賽組織就一直 他加入在這個地方 他隨時要攻擊 隨時要攻擊嘛 對 所以我覺得今年 如果照這樣態勢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這個貨櫃 特別是所謂的航運股 特別是貨櫃的話 我覺得這個題材恐怕會延續一段時間 對 所以你看這個鴻海危機 我們每天講每天講 每天都有新的攻擊事件 這次又來了一個最大規模的 所以這個航運股 這個之前如果你追得高的 你可能可以再觀察一下 因為危機並沒有落幕 而是持續惡化當中 好 但是我們來看到這個航運 你說貨櫃塞港 現在影響到中國的電動車 全球布局了 之前中國的電動車賣到 歐洲去賣得非常好 讓歐洲車心驚膽戰 但是你發現那個數字 奇怪怎麼好像明明賣得很好 但是它的一個銷售量好像沒有增加 卡在哪 卡在運不過去 這個很多的電動車也是這次的鴻海危機 車從中國運不到歐洲去賣 所以這會導致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看現在有一個比較 他們說你這個運車的 有一種特殊的運車的一個貨運輪 每日的這個船租的價格 現在比五年前要漲六倍那麼多 這會影響什麼影響車價 中國電動車在歐洲賣就是CP值很高 性價比高便宜 然後東西也還不錯嘛 但是如果運價跌上去的話 還會有競爭力嗎 趕快來問問陳彥 現在全球的這個電動車 透過海運運輸的數量 是成長了百分之十七 我看了一下這個數字 還蠻驚人的 兩千三百四十萬輛 那歐洲的部分 他他從海外進口過來的電動車 就輸入的電動車 成長了百分之四十 那以去年來講 從中國過去的 就在歐洲銷售四百三十萬輛 那你跟前幾年比是一百萬輛 對 你就知道這個數字成長的有多誇張 當然這當中如果 因為汽車運輸 不可能坐飛機嘛 對 也做不了幾輛嘛 所以就像你講 我一定要透過特殊的規格 他也不是像貨櫃 我裝到貨櫃 然後一個一個 他就是要特殊的規格 所以實際上這種海運的供給的船隻 一定相對是比較有限的 那最近我們當然剛才 世聰哥講到的這個 鴻海的這個危機等等 大家有沒有想過 你們常常在講貨運 汽車的部分 汽車的部分 你看最近這個銀河領袖號的 汽車運輸船 他還被劫持 他裡面數千輛車 劫持很聰明 因為裡面如果車子不是保時捷就賓士或法拉利的話 他算翻了對不對 好那現在麻煩的事情是什麼 這件事情是十一月十九號發生 是 到現在應該算兩個月 兩個月 沒有下文 沒有消息 那現在經過鴻海才多少 四十二勺 少了一半 少了一半 所以我們去看這個 所以現在運進歐洲的電動車也少了 好但這裡面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實際上 海運貨櫃航 海運SCFI的運價 其實在鴻海事件之前 運價早就已經下滑了 可是我們看 這一個就是專門運這個汽車的 這個海運的運價 對 卻是飆漲 一直飆 就像我剛才講的供給就有限 而且歐洲要進口的需求 又不斷的在攀升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價格已經飆到 從一萬五 兩萬以下 大概一萬五 一萬八 一口氣已經飆到了十萬以上 最近是急噴要接近十二萬 但是你看這個線很陡峭對不對 這早在鴻海危機之前 就已經發生了 到目前都沒有減少 那現在會更惡化吧 主要就是因為船隻的數量 但很多人說這個供給什麼時候 會進來 就是專門運車的 大還要三到四年 還要三到四年 所以租金飆的實在太嚴重了 那現在不管特斯拉 比亞迪或吉星 坦白說 他們專門賣歐洲的這些汽車 還是在中國製造 所以短時間內沒有辦法改變 但是你說這個 對這個中國的汽車產業來講 就產生很大的衝擊 因為原本內捲已經很嚴重了 我們講內捲 我自己內部的競爭 包括特斯拉在大陸車子賣得很好 一直降價 然後比亞迪也跟著降價 然後好不容易我找到一個出海口 對 賣到歐洲 市場這麼大 他們也接受中國品牌的汽車 沒想到現在運價這麼高 請問一下要自己吸收 還是轉價出去 當然轉價出去 那轉價出去 整個價格是不是大幅提升 那就競爭力下降 我們看一下內捲有多嚴重 包括特斯拉你看 他看第四季賣得不錯對不對 48萬4507輛 可是問題是比亞迪賣多少 超過52萬輛 所以你現在第一個 特斯拉也面臨到 原來我原本以為品牌王者是我 沒想到內捲問題這麼嚴重 那你說特斯拉 他透過什麼自駕軟體訂閱 也許能夠持續的維繫 可是現在很多人 是把特斯拉當成什麼 不是純電動車概念股 他可能是機器人概念股 可能是叫自駕軟體概念股 他到底能不能持續維持汽車品牌 大家還在觀察 那現在對中國這些汽車產業來講 他就想到一件事情 我內捲很嚴重 我海運的成本這麼高 未來還有三到五年的瓶頸 要面對的話 我直接到海外去設廠 所以你看比亞迪現在怎麼做 特斯拉也得趕快想辦法 因為比亞迪直接進到歐洲 到匈牙利 我在歐洲做我就沒有運的問題了 對 你說今年交傳有7.1億美元的訂單 但是我更直接 我訂單量還是很大 成本可是很高 而且重點是 我繞行的時間又很久 我能夠掌握度又不高 怎麼辦 我直接到歐洲去設廠 所以未來照這樣的一個策略 進展之下 我覺得首當其衝的 會是特斯拉 絕對會是特斯拉 但你說比亞迪未來 進入到歐洲設廠以後 他的戰略能不能成功 值得觀察 他們都是熟悉的 年紀元 從 between